Omicron的病毒株现在已经延烧到了全球 美国先前也出现了第二例的确诊 这也是美国首例的本土病例 美国疾管中心就表示 这一名案例上个月24号确诊 由于没有非洲的旅游室 近期他只到过纽约 虽然专家就担心了Omicron 其实很可能已经进入到了美国的社区 另外最新消息又传出 纽约州今天再通报了出现五例的Omicron的病例 目前全美已经至少八例确诊 Omicron入侵美国 确诊案例连环报 现在甚至很可能已经进入社区 美国疾控中心2号表示 第二起Omicron案例来自明尼苏达州 它在22号出现症状 24号经过筛检后确诊 它和第一例一样 半年前都已经完成接种 同样也是突破性感染 上个月初还接种加强针 这注意的是它完全没有非洲旅游室 专家忧心社区感染的可能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现身安抚民心 但就在第二例宣布后 几小时内再度出现第三例 患者来自科罗拉多州 同样也是完全接种 但有南非旅游室 目前症状轻微 而为了防堵疫情 美国政府再度严管边境 凡是入境旅客筛检报告从三天 缩减至一天 除了赴美国必须持一日内的阴性筛检报告 随着疫情扩大 也让拜登政府绷紧神经 而我国的疫苗接种覆盖率迟迟都没有办法提升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民众始终对于疫苗的副作用 是有疑虑的 像是有人打完AZ会出现罕见的血栓问题 现在科学家找出了可能原因 疑似就是和疫苗的载体 以及接种者本身的体质是有关系的 详情连线国系中心记者严欣宜 好主播 疫苗引发血栓疑虑 科学家找到答案 英国卡迪夫大学发现 出现血栓者的体内有不常见的抗体 这些抗体会攻击自身血液中一种叫做血小板第四因子的蛋白质 由于AZ疫苗使用腺病毒作为载体 腺病毒会吸引蛋白质 进而诱发连锁反应 最终导致血栓形成 而随着Omicron疫情扩大 度过加速接种加强针 缓打疫苗也再度成为全球焦点 英国一向研究测试现有了七种疫苗 多数都会增加抗体 其中又以辉瑞和莫德纳表现最佳 研究发现现有疫苗都可作为安全第三剂 加强针 必不局限于mRNA疫苗 还要带你来关心的就是在美国上市 五个多月的大陆网路轿车平台 滴滴出行 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 3号宣布公司将从即日起 启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的工作 并且准备在香港上市 晚上滴滴出行在官方微博发文称 经认真研究公司即日起 启动在纽交所退市的工作 并启动在香港上市的准备工作 在面对中国官方与舆论压力之下 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156天之后宣布下市 并且预计明年3月在香港上市 而先前9月更曾经传出 北京市政府提议 由具有北京官方投资背景的公司 入股滴滴以获取对滴滴的控制权 6月30号滴滴出行在美国纽交所挂牌 此举引发了中国当局的强烈不满 随后滴滴出行立刻遭到中国国家网信办 执行网路安全审查 旗下的APP全面被撤下 更遭到舆论攻击 如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 中国企业的国营和私营界限已经变得非常模糊 而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北京当局更是出手对到美国投资的企业加以管制 面对中国对企业的严格审查 更引发担忧 中国将全面控制私营企业 报警新闻 谭哥尼总部报道 白宫主办的首届线上民主峰会 将在9号以及10号登场 美国总统拜登作为东道主 理所当然可以决定要由谁来参加 共计有110个国家受到邀请 最值得高兴的就是台湾也在名单当中 预计要派出的是行政院政委唐凤 跟驻美代表萧美琴出席 2号唐凤在路透线上会议 也向习近平政府喊话 要中国大陆发展自己的民主 不过可想而知这个举动 如同哪壶不开提哪壶 也让北京当局气呼呼 我们精选头条焦点 先来聚焦美国举办民主峰会 台湾受邀 我国或要参加美国民主峰会 将代表我方出席的是行政院政委唐凤 唐凤唱谈民主积极提倡完全透明的理念 以及参与市民主 话锋一转唐凤说起那些抱怨美国民主峰会的国家 应该要努力改善民主 或许下次就会受邀 更像中国喊话要中国发展自己的民主 语气温和立场坚定 唐凤会这样说 是因为我国或要参加这场民主峰会 但却频频遭到中国抨击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 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以多次表明立场 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 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为台独势力搭台 只会让自己下不来台 与台独一起玩火 终将引火烧身 中国批评民主峰会是美国干涉 他国内政维护霸权的工具 更讽刺民主峰会根本与民主无关 世界民主之名破坏民主之实 炮火猛烈 难怪唐凤会向中方喊话 要中方发展民主 或许下一次的民主峰会 就能同台相见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道 还有欧盟提出了全球门户计划 目的是要协助开发中国家的基础建设 因此也被外界认为 这是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而来 欧美国家真的要全面对抗中国吗 处在美中竞争之间的台湾 又该如何看待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环宇快评 本周的国际新闻快评 我们来讨论欧盟国家 在这个星期正式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 根据欧盟的声明 欧盟打算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互别苗头 预计募集高达3000亿欧元 也就是将近3400亿美金 来协助开发中国家 兴建铁路、道路、电网和光线设备的基础建设 虽然欧盟国家并没有明白的说 门户计划是针对中国而来 但是大动作的要在2027年之前 募集3000亿欧元 绝对不会是突然想到全球发展护军 突然要帮助开发中国家 增强竞争力这么简单 根据欧盟执委会主席 冯德莱恩的声明 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是针对 全球基础建设的重大投资 可以帮助全世界共同繁荣 而透过全球门户计划 欧盟打算要把欧洲国家高品质高透明度 而且有良好管理机制的基础建设 分享给更多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 可是这个听起来很棒的计划 恐怕会遇到不少的挑战 而对全世界所带来的影响 其实也相当值得讨论 首先我们从挑战的部分来说 全球门户计划打算从欧盟的27个会员国募集资金 但是为了避免给会员国带来更大的财政负担 所以全球门户计划不会要求会员国 从各国的国库当中拨款分担费用 而是期望由国际金融机构和民间企业共同出资 可是我们都知道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总是很骨感 不论是国际金融机构还是民间企业 欧盟做出3000亿欧元的承诺 到底要如何让大家心甘情愿的 为了民主价值主动做出贡献呢 从逻辑上来说 确实很难想象短期之内就能达成这样的共识 就算资金到位 其实会牵扯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会牵扯到未来如何决定运用资金 又如何选择优先帮助的国家和对象 这一切都会牵涉到所谓的集体决策的过程 既然是集体决策 必然就会出现团体当中 谁的实力大 谁能够掌握话语权的权力竞争 换句话说就算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 真的能顺利入籍到足够的资金 出资比较多的国际金融机构或是民间企业 如果不能够掌握话语权 没办法达成自己当初出资时的期待 想想看有多少单位还会愿意无条件的付出 我们要知道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 并不是全球慈善计划 帮助开发中国家打造基础建设 长期来看其实对许多出资者而言 更像是有利可图的长期投资 也因此在募资过程当中 虽然是打折民主价值的喜好 但是愿意参与的投资者 绝大多数都不是单纯的为了支持民主而来 而是看准了协助开发中国家完成基础建设 或许就有机会可以参与当地的投资 当然这以上一切的论述 都是从资本主义非常现实的角度来做判断 我们也可以很乐观地从民主价值会高于一切的乐观视角 来看全球门户计划 或许我们可以说 中国一带一路为世界带来的威胁 已经强大到西方民主国家愿意团结在一起 凝聚共识 放下成见 甚至愿意不顾自己国家的经济现实利益 来促进民主价值 证明民主价值可以高于一切 民主国家战胜非民主国家 这样的剧本听起来是非常理想的状态 可是这样的理想到底能不能达成 我们回顾历史 全球合作 能走多远 又有多少效果 答案恐怕很难让人太乐观 面对中国的崛起 全世界确实对中国需要多一份的准备和认识 可是跟中国竞争和穷尽办法 打败中国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目标 不论是美国拜登政府推动的 重建美好明天的倡议 还是现在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计划 很显然 他们设定的目标 都不是过去冷战时期美术之间的竞争 想要击垮对方的设定 面对现实 当今全球化的时代 中国跟全世界在经贸上的连结 形成了高度的经贸互赖 导致全世界 对于中国都不会 也不能用全然切割的方式来对抗 但这必不表示 世界各国就没有办法对中国产生影响 相反的 正因为高度的经贸互赖 中国对于世界的依赖 也让中国不能不正视其他国家 对他的不满 和对他提出的要求 坦白说 美国和欧盟提出一连串 看似很强硬的手段来制衡中国 可是等到真的坐上了谈判桌 凡是跟中国有高度连结的国家 其实没人打算跟中国断绝往来 各国想争取的 更像是跟中国在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当中 确保自己能够继续从中获利 不论是欧盟 美国 日本 韩国 甚至是印度 澳洲 这些 看起来在国际新闻当中 已经跟中国是剑拔弩张 甚至有可能发生直接冲突的国家 其实都继续保持着跟中国的对话和谈判 全球抗中是表象 持续沟通才是真实 如果只看到表象 就觉得台湾跟世界站在一起 面对中国的时候 台湾可以不理不踩不甩 恐怕在面对未来 全球风向转变的时候 会比较措手不及 如何保持理智 真正真的要看台湾 是不是愿意思考 全球抗中背后 别的国家是如何跟中国保持关系 务实地来思考 两岸的相处之道 到目前为止 至少已经有31个国家 都发现了Omicron的足迹 而且原本都是境外移入的案例 才一转眼 各国不但出现了本土病例 甚至还可能演变成社区感染 美国本月1号才刚证实 发现全美第一例Omicron病例 短短两天内又陆续出现 第二第三例 其中第二例的 迷你苏达州案例 没有非洲旅游史 症状轻微 确诊前也只有去过纽约 让人担心 Omicron可能已经在社区中传开 美国相当重视 Omicron疫情扩散 总统拜登也宣布了 加强版的入境规定 更发布一系列抗疫新措施 包括扩大加强针接种 加速国际疫苗捐赠等等 就是要全面严防Omicron的威胁 这次爆出新变种病毒的南非 金融中心约翰尼斯堡 所在的豪登省 是Omicron疫情的镇央 因为Omicron的传播速度 比Delta还要快 南非正在经历前所未见 最迅速的社区传播 上个月底通报发现Omicron后 12月1号起 每天的新增确诊数几乎都倍增 卫生部更表示 在未来几周 确诊病例将会达到高峰 街上有浓浓耶诞卫 北欧国家挪威 2号金船可能有Omicron大型群聚感染 因为境内第五起Omicron确诊者 11月26号曾经参加 公司在奥斯陆举办的耶诞派对 而派对上有些员工才刚从南非回到挪威 恐怕在未来几天会爆出群聚病例 目前预料有多达60人确诊 当局也正在紧急追踪确诊足迹 以及密切接触者 近期才刚刚开放国际观光的泰国 外界关心在各国纷纷缩紧入境规定 防堵Omicron之际 泰国是否会跟着收紧措施 总理帕拉玉在2号表示 不会实施全国性的封锁措施 边境管制没有收紧 不过现有防疫措施也没有放宽 原本预计要在1月中 可以重新开放的酒吧 KTV等娱乐场所 可能将会延后开放 政府表示要再观察一个月 不会贸然开放 否则先前为防疫所做的努力 可能都会徒劳无功 欢迎新闻图文君综合报导 继续要来掌握全球疫情最新发展 累计确诊来到2亿6455万例 超过525万人不幸染疫死亡 特别是美国的疫情曲线 出现了攀升的迹象 冲上13万人确诊 拜登总统宣布 所有赴美旅客 无论有没有接种疫苗 都要提供一天以内的阴性证明 而为了应对新一波的疫情 德国总理梅克尔表示 明年2月份可能改为强制接种令 怀疑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首先看到国内没有本土感染病例 和死亡个案 新增11例皆为境外移入 接下来带您关心国际疫情 美国确诊数继续攀升 最新通报是3万多例 为了防堵新变种Omicron 总统拜登宣布所有赴美旅客的筛减时程 将从目前的搭机前三天缩短至一天 新规定预计下周开始生效 德国通报7万3千多例 为应对第四波疫情 总理梅克尔表示 除了将对尚未接种的民众 实施严格的限制 更可能将在二月份将疫苗接种改为强制执行 英国新增5万3千多例 创下7月17号以来单日新高记录 而即便疫情正在迅速回温 科学部长也建议最好避免大型活动 然而首相强生人表示 没有必要取消夜旦节活动 法国区线微幅下降 新增4万8千多例 面对Omicron的到来 民众争先恐后做筛检 几乎每一天 民众做新冠病毒检测的数量 都超过50万大关 一周内检测量暴增39% 西班牙区线上升 新增1万4千多例 马德利2号发现疫苗已经完整接种 并且旅游史没有风险国家名单的 Omicron病例 这是西班牙首例本土案例 当局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 日本通报127例 政府严防Omicron 11月29号就宣布了全面封关 所有外国人都禁止入境 被世卫组织批评不合理 但日媒报道 政府这次会如此的严谨 就是怕重蹈覆彻 让疫情再起 南韩区线小幅下降 过去一天新增4944例确诊 目前境内已经发现6例 Omicron病例 政府宣布12月6号起 收紧防疫措施 首都圈群聚人数 上线6人 其他地区上线8人 印尼新增311例 疫情逐渐缓和 政府计划从明年开始 将优先为年长者 及风险较高的民众 追加施打第三剂疫苗 新加坡通报1100多例 卫生部2号表示 首次侦测到Omicron案例 两个都是境外移入 确诊者也都已经完整接种疫苗 有咳嗽及喉咙发扬等轻微症状 越南通报13000多例 国产疫苗Covivac表示 因为当地大部分省市的成年人都已经施打疫苗 所以招募不到足够的Covivac受试者 因此宣布终止第三阶段的人体试验 印度新增9200多例 卫生部宣布当地首度出现Omicron案例 共有两起 目前正在追踪所有密切接触者 中国新增96例 16例境外移入 80例本土案例 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北京时隔半个月再度出现确诊者 上海也有两起本土案例 显示疫情似乎开始回温 另外一方面就是 美国国会通过了临时开支法案 让美国联邦机关获得了裁员 免于在3号的午夜之后 陷入部分停摆 再次躲过了政府关门的危机 美国时间2号晚上 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0票赞成 28票反对 成功通过临时开支法案 在美国朝野两党恶斗之下 外界一度担忧 这项法案将会受到阻挠 索性这项法案在几个小时之内 成功闯关美国众议院以及参议院 然后将送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生效 但这也只是缓兵之计 如果2022年2月18号之前 民主党仍然无法通过 两兆美元的涉服法案 并且提高举债上限 美国政府关门危机 届时又将会再度重演 我国友邦宏多拉斯政权变天之后 准总统秀马拉可能会弃台 投向北京转向来和中国建交 引发国际上的关注 不过他的副总统人选 也就是亲密盟友纳斯拉雅 2号的时候表示 和台湾邦交国的关系将会继续 强调不愿和美国为敌 洪多拉斯准总统秀马拉 亲中立场引发与台断交风暴 他副总统人选纳斯拉雅 2号亲上火线表态 路透社报导指出 纳斯拉雅表示 洪多拉斯和中国没有关系 和台湾的邦交关系将会继续 他解释洪多拉斯亲密盟友是美国 历史盟友也是美国 同时不愿和美国对抗 他强调只要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就不需要和中国建立关系 这也再度引发这意义 纳斯拉雅是秀马拉亲密盟友 秀马拉从当选就和中国建交 掀起北京和华府外交角力 而纳斯拉雅曾在2017年 角逐总统大位 当时得票率第二 媒体报道他将成为秀马拉 三名副总统之一 而舆论原本忧心选后动荡 现任总统叶南德兹也在2号祝贺胜选 约南德兹表示他已经成立交接团队 方便新政府及时接掌职务 他预定在明年1月27号移交重权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日前在国策研究院的演讲上面表示 台湾有事等同日本也有事 也等于日美的同盟通通都有事 而这一番的发言引发了中国的反弹 甚至召见了日本驻中大使来表达抗议 对此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也做出了回应 このご発言の一つ一つについて 政府としてコメントする立場にはございませんが 今月の1日の夜北京において 中国側からタルミ中中国大使に対する 申し入れを受けたのに対しまして タルミ大使からは日本の立場に基づき 然るべく反論を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また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 これは日本の安全保障はもとより 国際社会の安定にとっても重要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して この台湾をめぐる問題が 台湾により平和的に解決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 というのが従来からの一貫した立場でございます 欧美针对白俄罗斯製造移民危機 再度强化制裁 法新社報道 白俄高階安全和司法官員 甚至卢卡申科的儿子 以及白俄罗斯国家航空 都列入新一輪的制裁名单当中 请記者言心仪 代目到解 好主播 不满白俄罗斯恶意製造移民危機 欧美再度祭出新一波制裁 法新社報道指出 制裁对象包括白俄罗斯安全 司法和国防 高階官員和企業 还包括卢卡申科的儿子 白俄罗斯国行 以及政府合作的观光业 也被列入 这样制裁由美国 英国 加拿大和欧盟 联合声明 对此白俄罗斯回籍 会强硬報復 白俄罗斯和北约盟国叫板 波兰連手乌克兰喊話 波兰力挺乌克兰加入北约 与此同时 欧洲安全合作组织 部长及会议登场 美俄角力在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重申 若是俄罗斯不放弃冲突 后果可见 随着两个军事威胁扎具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奥地利前总理库尔茨 二号宣布要退出政坛 他两个月前才因为卷入贪腐弊案 而辞职 不仅令全国都很震惊 他领导保守派政党人民党 也顿时陷入了权力真空的危机 连接给国际中心记者 燕欣宇 奥地利总理库尔茨二号表示要退出政坛 他两个月前月贪腐弊案案人下台 就会宣告政治生涯终结 也震撼全国 35岁的库尔茨 2017年以31岁赢得大选 成为全球史上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他领导的联合政府 却在2019年因为卷入贪腐丑闻而瓦解 他随后又在大选中胜出 重返总理职位 两个月前却陷入贪腐弊案一云 奥地利检方接获指控 趁库尔茨核心圈挪用公款操弄民调 借此提升他的形象 贪腐丑闻因此曝光 他随后下台负责 这回退出也让执政的人民党 陷入全力真空的危机 我国护友参加美国民主峰会 却遭到了中国的批评 对此在二号路透的线上会议上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 就对中国喊话了 表示要中国发展自己的民主 那我比符来机的 而德國的新政府也對中國的態度轉向 即將出任外交部長的綠黨黨魁貝爾伯格 他就表示了將建議歐盟不再進口新疆產地的製品 他強調人權是未來外交政策的核心 分析指出德國不排除也會抵制北京東奧 德國新政府準外交部長貝爾伯克 首度展現對北京的強勢態度 貝爾伯克接受柏林日日新聞報訪問時 隨成中國是夥伴 但他特別點名新疆強迫勞動的問題 打算建議歐盟禁止進口新疆生產的產品 他同時也將矛頭指向梅克爾 認為歐洲不應該小看自己 身為歐盟最大國 不能再向過去只顧自身的中國政策 還稱外交應該是對話和強硬的結合 顯然不滿梅克爾時代對中國堅持沉默外交的表現 德國新政府將在下月上任 外界關注德國是否回應國際的批評聲浪 以外交抵制北京東奧 貝爾伯克再度點名疑似被失蹤的中國女網匠彭帥 強調有必要重新審視北京東奧 言談間似乎不排除抵制的可能 這也為德國新政府和北京未來關係升高疑慮 好再回來關注3號國內確診加零 但是境外移入有11例 指揮中心也公佈了本周境外病毒定序 發現有15例Delta 其中一例是Delta Plus 但是也強調還沒有發現Omicron病異株入侵 不過外交部就公佈了 我國駐南非代表處有兩名人員確診 指揮中心也坦言他們有很高的機率 可能就是染上了Omicron變異株 本土連續29天加零 但是疫情危機卻依然存在 因為境外移入個案數量 依然維持兩位數 外界關心全球文質色變的 Omicron變異株進入國門了嗎 這一周我們的定序 總共有驗出15個Delta的病例 也包括一例是屬於這個Delta Plus 到現在為止我們都沒有驗到 任何Omicron的這個病例 但是我們從高風險國家地區來的民眾 確實是已經有 那他們的這個篩檢結果 目前也都是陰性 上週確診的基因定序出爐全是Delta 目前Omicron仍是被擋在境外 暫時鬆了一口氣 不過就算打疫苗 還是躲不過Delta病毒的強勢侵略 12月3號再新增11例境外移入個案 分別有來自美國 土耳其 印尼 德國 香港 英國 越南 義大利 還有西班牙 年齡20歲到40多歲 身份有本國留學生 外籍看護 和一般商務課 當中有7例是突破性感染 接種的疫苗有AZ 科興跟莫德納 另外我們預期就是說 對於這個Omicron如果說這個免疫反應 還是如這樣的趨勢的話 應該也是會有一些幫助的話 還是建議大家要來接種第三劑 突破性感染越來越多 也讓Omicron的威脅增加 雖然台灣目前守得嚴密 不過我國駐南非代表處 傳出兩名同仁確診 可能被Omicron貢獻 這個我們南非代表處所在的南非首都 普利托里亞 就是剛好其實就是在這個 南非Omicron的這個流行 最嚴重的這個省份叫做豪登省 在過去一週的減出率是百分之百都是Omicron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會認為說 如果我們有南非代表處的同仁 在那邊確診的話 有很大很大的機率 應該是Omicron Omicron陷中全球情勢日漸嚴峻 各國陸續嚴防邊境 那麼我國邊境檢疫措施 還是維持7加7不變嗎 有關這個如果還是7加7的部分 應該是不會改變了 那但是就是針對一些配套的部分 我們當然會再去做一些規範 指揮中心強調萬一發洽案例 會立即規劃配套措施 畢竟防堵Omicron指控疫苗已經不夠力 關鍵的邊境管制再不加強 我們能守多久 誰也沒把握 歡迎新聞林威宇林佳淺 台北報導 為了提高疫苗施打率 指揮中心拍板 接下來預計開放百貨賣場 設置新冠疫苗接種站隨到隨打 連鎖賣場全聯也表達合作意願 將提供174個據點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就抱怨說 是要整死大家嗎 現在每個施打點都打不滿了 還開心的據點做什麼 跟著長者一起跳順把 雖然動作有點慢慢拍 台北市長柯文哲倒是跳得很投入 不過一講到中央最新疫苗施打計畫 立刻變臉 結果我就下一道命令 我們變成禮拜二禮拜進來開會 要怎麼打我們還沒想好的 到底什麼疫苗下多少也不知道 我覺得這樣啦 疫苗政策還是要按部就班 為了提升疫苗接種率 指揮中心研擬跟百貨以及超市合作 來設置疫苗接種站 讓民眾隨到隨打 目前全聯已經表達了合作意願 最快下週就會設站 連鎖超市全聯透露 將提供174個施打點 指揮中心樂觀其成 表示會勘察合適接種點 跟地方衛生局接洽 讓醫療團隊進駐 最多提供一種品牌施打 但柯文哲炮轟多此一舉 在目前的體系之下 每個禮拜可以打28萬 都打不到五成的 你現在又去開新的巨點幹什麼 舊的巨點都打不完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設計實在是 有時候真的是中央跟地方偷竭 我認為啦 顯然那個中央那個疫苗疫苗系統 應該是已經失靈了 不滿中央一意孤行 柯文哲一早受訪還酸 是要整死大家嗎 全聯則回應 因為有過去流感疫苗的接種經驗 這次也將全力配合設置 新冠疫苗接種站 民眾也可買單 這樣比較方便啊 全聯內的點比較多 那也可以為疫苗施打疫苗 疫苗做分流 我覺得是可以提升民眾的施打意願這樣 偷獎的部分 你覺得說可以提升民眾 現在會打的人就會打 也不在乎說 到底有沒有抽獎這件事吧 中央也承諾不排除 比照國外辦抽獎 為了鼓勵民眾接種 花招百出 但政策從下令到實施 缺乏跟地方溝通 只怕再先爭議 黃語新聞 張家寶 廖平均 特別報導 防堵新魔王第三劑追加針 是在B型國產高端疫苗2號宣布 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 CEPI跟高端疫苗將共同出資 在台灣進行第三針混打試驗 預計收案960人 最快2022年第一劑就能取得初步結果 也為高端爭取國際認證 增加更多籌碼 一線醫護人員玩起袖子打第三劑追加針 補強抗體 手臂準備好了 對第一線的醫護同仁 在3月4月接受了AZ疫苗的注射 我想大家會有擔心抗體會隨著時間消退 追加的接種 我想這個是對醫護同仁最好的一個保障 Omicron強勢來襲 衛福部長陳時中2日宣布 一到三類第一線高風險工作人員 接種兩劑疫苗滿5個月 將提供半劑莫德納作為第三劑施打 我們醫院的同仁很踴躍的要來追加這個第三劑 在追加了第三劑之後的兩週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AZ混打或者是兩劑BNT 它的保護力都會快速回升到93跟94%以上 第三劑追加針如火如荼開打 另一頭國產疫苗高端也有新進展 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CEPI出資230萬美元 補助高端展開第三劑混打試驗 而且試驗地點就在台灣 這個第三針也好 第四針也好 甚至我說第四針 那麼已經成為一個未來必然的趨勢 怎麼樣快速的取得這些疫苗呢 能夠某種程度可以混合施打 那麼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第三劑混打試驗 規劃四家臨床試驗中心執行 包括台大醫院 台北榮總醫院 萬芳醫院 以及高一輻射醫院 預計10萬960名受試者 分為12組進行 國家核准我們開始進入臨床試驗 我想應該是今年底明年初嘛 根據COVID跟我們的期許是 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的第一劑 能夠把這個實驗做完 病毒持續變異 高端也要努力趕上進度 看能不能獲得國際認證 讓高端戰士不能出國的困境解套 歡迎收看 郭斯文葉秉傑黃沛韓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高家瑜事件持續延燒 就算失保的林秉書遭到生壓之後 PTT上現在還是有攻擊高家瑜的文章出現 甚至家暴的前一天 就有網軍在節目上恐嚇高家瑜 林秉書的伎倆也被拆解 有六大步驟要一步步毀掉高家瑜 民進黨立委高家瑜家暴案持續延燒 外界發現男主角林秉書 一波波的階段性操作 顯現出他臣服之聲 依照我過去的經驗 如果我沒照他的話做的話 他可能就是會找網軍 然後去散佈一些不實的謠言 或者是攻擊我 所以當下其實我也是不想要去激怒他 會擔心被林秉書的網軍公開 攻擊不是沒原因 因為在高家瑜被打前一天 他上政論節目出現三個斗內賬號 留言恐嚇 外界質疑林秉書先一步發動網軍 隔天再計劃信約高家瑜到飯店 以他跟前男友馬文玉有來往為借口 對高家瑜施暴再囚禁 家暴案曝光前 林秉書前一天先在臉書PO文 用剛逢母桑無力回應不實言論打杯琴牌 似乎想博取大眾同情 被逮後林秉書一連串扯謊想泼髒水 甚至事情爆發當天他還試圖拉攏人心 像是媒體人蔡詩平民進黨前立委 謝忻尼還有吳貞等人 都受到他否認犯刑的電話或訊息 還透過朋友找上李博彰在PTT上散布假消息 直到最後遭到檢方聲押林秉書才道歉 張海或者說對不起家瑜的地方 我在這邊公開正宗道歉 那應該很開心啊 道歉完還不忘酸一句 林秉書恐怖操作步步回吊高家瑜 要來個玉石絕分 環運新聞葉秉潔白雲飛台北報導 立委高家瑜遭施暴事件 也意外引爆了網軍之亂 行政院長蘇貞昌認為要依法查辦 但是真的查得出來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聽到就笑說 查下去只會查到綠營自家人吧 更點名行政院就是亂象的幕後黑手 當今網軍台北市長柯文哲真的很有感 高家瑜被家暴事件扯出網軍案外案 行政院長蘇貞昌喊出依法調查 但真的有效嗎 柯文哲酸溜溜要查網軍 恐怕只會查到綠營自家人 更點名行政院才是最大的幕後黑手 還有微保單嗎 多的是 連行政院都在花很多錢 這種團隊的 感嘆網軍成為社會亂源 他也奉勸綠營 小心網軍未來反咬自己一口 這種事情太多了 每次說冠軍流落面事件 就是最典型的 高家瑜遭家暴意外爆出網軍之亂 再度成為政壇攻防焦點 歡迎新聞李文宇李嘉倩 台北報導 我們就來進一步探討 民進黨立委高家瑜遭施暴案 也引爆了網軍亂象 連施暴的林秉書遭到聲壓之後 PTT上還是有人持續的攻擊高家瑜 不斷的帶風向 有人就呼籲 總統蔡英文你應該出面管一管吧 但是要怎麼管呢 網軍的作為是言論自由嗎 不過網軍對於政治人物來講 就像是非常致命的魔戒 保償權力之後 政治人物會願意放下網軍魔戒嗎 帶您來看我們這麼說 News Talk 如果你對民進黨說網軍要不要來管一管 他怎麼可能會同意 這是他賴以為生的基礎 這是他執政的關鍵 但是對民進黨來講 他自己的隱憂是因為他縱容 而且飼養網軍 到了最後已經產生一個狀況 黨內各派系的網軍會互打 而且毫不留情 他們無法可管啊 那要管就只有當權者能夠管 那當權者現在就是網軍使用者啊 那你唯一的方法就只能自清 那你要他們用這麼久的上方寶劍 用這麼久的青龍元月刀 放下屠刀立立成佛做不到啊 所以怎麼可能台灣會現在 有那種管理網軍的狀況 所以有人出來 當然我知道有人出來呼籲說 欸蔡總統你應該管一管網軍啊 那管了以後他自己的軍隊去哪裡了 他不可能放下這種權利 當然網軍對於政治人物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魔戒啦 當這些網軍跟你一個政治人物說 欸我有一大群的網軍你要不要來使用 不過我相信 大部分政治人物是沒有辦法拒絕 這樣子的一個兜售啦 所以當然網軍發展到現在 確實目前的這些網軍自爆現象 通常都是網軍自己有點不太受到控制 所以變成這個魔戒反過來 控制這個政治人物的狀況 你像這一次的出來的李柏璋 實際上他就是台南地區 興風作浪的網軍 最重要的一環 而且他打的還是民進黨的自己人欸 民進黨在台南每一席立委都是綠營的 結果李柏璋旗下的網軍 從以前到現在包含那個Crazy Winnie 專打民進黨自己人 那只有少數人他不碰 連他的市長都打的時候 民進黨自己要知道 小鬼養久了 會反食 你縱容這些小鬼到最後 小鬼難纏 他會用他拿到的資料 要挾你 李柏璋受訪的時候就有講 請大家不要再逼他了 不然他會把後面的很多資料 都拿出來的時候 那各位還要不要再揚網軍 那管理網軍是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唯一的方法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加重刑責 就如果你在發現網軍在帶風向訊息 而這個訊息真的是假的 必須要有一個真正的公證單位 譬如說以後的NCC擴大權力 在網路部分的時候 他要有真正的權力去開罰 甚至是最後廢止這個帳號 或者是讓這個網路行銷公司 把他徹底的撤銷執照 本來在虛擬世界習慣性的那種攻擊性格 他在檯面上就會變成像現在這樣 到處去攀權富貴 我是誰的人 我又跟誰很熟 然後大家繼續的再依附在他們下面 所以這些人一定會想要浮上檯面 那這種這兩個亂象 就會造成說自己當權者當初用的 會反噬自己 所以讓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你還是以人民以民意為主 還是專心的做一些專業上的事情 也不要在這些行銷或風向上面 去做帶風向的動作 這樣比較好 台積電原本已經順利規劃 要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設場 還有望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和補助 但是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 卻對白宮說重話 還唱衰台灣 請雲婷幫我們來整理訊息 好美國英特爾公司和我國台積電的競爭 正是越演越烈 現在也直接的浮上檯面 因為原本台積電到美國亞利桑那州的 建長案已經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支持 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 但是英特爾的執行長基辛格 他卻出面喊話說他反對台積電三星等等 不是美國本土的業者前往美國來投資 並且獲得政府的補助 尤其是在台積電的部分 是讓外界覺得非常的有針對性 因為基辛格他強調不要投資的原因 竟然是台灣不是一個穩定的地方 還搬出了近期中國軍機頻頻繞台來當作理由 而他也直言了只有美國國內的廠商 才可以讓美國掌握自己的制裁權 因此強烈反對可能稀釋 英特爾獲得資源的企業進駐 不過包含台積電跟三星 早就已經公布說要在美國投資設廠了 以台積電來說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晶圓廠已經動工 計畫2022年也就是明年下半年 就會移入基台 預計2024年才5奈米量產 月產能是2萬片 而且光是2021年到2029年之間 台積電新廠的專案支出 大約就120億美元 而三星在德州擴充新廠的計畫 則是投資170億美元 預計在明年的上半年就會開始動工 2024年投入生產 但是現在呢 英特爾他是明確的表達不歡迎美國以外的企業 進駐分享資源 對白宮說出了重話 這會不會影響到台積電到美國設廠的計畫呢 雖然台積電董事長劉德因他霸氣的回應說 美國的投資案會按照計畫來進行 但是美方的態度又是如何 恐怕還得要再觀察 產業焦點 護國神山台積電 選定美國亞密桑那州建廠 卻被英特爾執行長基辛格很酸 說台灣是不穩定的地方 強烈反對美國政府資助 台積電董作劉德因 則是霸氣回擊 他說這件事情不值得回應 更強調建廠進度沒有問題 能不能幫我們談一下英特爾 不值得回應 不值得回應 重複兩遍不值得回應 台積電董作劉德因vs英特爾執行長 基辛格怒轟台灣不穩定 阻撓台積電赴美設廠 CELSEE傳為台灣 劉德因不以為然 TSMC是不會重商同業 我們美國市場計畫 目前還是按照進度 現在全世界Omicron 都是有暫時的一些困擾 我們會盡量按照我們原來計畫進行 過去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就曾直言 英特爾CEO態度很不客氣 如今劉德因霸氣危急 把笑容掛在嘴邊 保證美國建廠進度一切就緒 IC大廠遇上董作盧超群 也對半導體護國群神相當有信心 主要還是供需的問題 如果美國認為是他的盟友 要幫他忙 他應該可以找出對的法律跟理由 臺灣半導體還是要力爭上有 自力自強 開好半導體產業競爭力 畢竟臺灣第三季出貨金額高達73.3億美元 超越中韓兩國 越居全球第一 而背後支柱半導體巨部 在李國定經驗論壇上齊居一堂 包括聯發科董作 蔡明介 中壘 王伯源 望虹電子 無名球 還有亞洲英雄欧師陣容 都是坐上柄 半導體是整個產業發展的核心 新的病種大家應該還可以面對 臺灣在繼續成長電動車方面 還有AI方面 這方面引以重 企業大佬樂觀臺灣經濟 總統蔡英文也現身力挺 規劃成立四個半導體學院 要提產業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有了護國群山也穩固 臺灣半導體不可撼動的關鍵地位 歡迎宣傳蔡宇智 陳明珍 台北採訪報導 台中市立委第二選區補選 戰況激烈 國民黨參選人嚴寬恆家族的招待所 招報式違建 台中市府更在外牆噴上好幾個拆字 雖然市府限期在14天內自行拆除 不過3號下午就有很多的工人進出 招待所內也傳出機具拆除的聲音 就是要避免違建成為對手攻擊焦點 貨車上帶滿綠色鐵架圍離 工人們依序搬下車 另一頭拉起黃色封鎖線 圍起白色豪華建築物 牆上也噴上紅色拆字 這裡就是藍營中二立委候選人 嚴寬恆被檢舉的招待所 蓋在公保地上 多達500平方公尺違建 現在又為拆除工程做準備 相關機關 相關單位來做最後的確認 那就會選定時間 而且他們也在積極聯絡公關當中 讓這些他們都就位之後就會進行拆除 台中市府上月也開出通知書 14天內若沒有拆除市府將會自行拆除 由於接下來碰上假日不好動工 嚴加預計下週正式動工 他其實明顯的違建 那我們就看他拆除的狀況 大家已經講過工保地上面 可以允許的是臨時建築 可是以他的這種蓋的方式 看起來不像是臨時建築的 所謂的使用跟更蓋的方式 隨著選戰白熱化 嚴寬恆迅速拆彈 避免招待所爭議再擴大影響選情 歡迎新聞紅日誠劉沛婷台中報導 民生消費訊息 台南知名包子漲價 漲幅甚至最高達25% 這個漲幅到底合不合理呢 我們帶您來拆解包子的原料 核心餡料豬肉 從過去每台金70元 現在最高是85塊錢 雞蛋麵粉也都比去年貴 肉包業者就說了 再不漲價恐怕是虧錢賣 一顆顆白色圓潤的肉包伴隨香氣扑鼻而來 但現在通通掌聲響起 東西都是一直在漲啊 所以不意外 好吃的話就可以接受 三四個月前 東西就陸陸續續在漲價啦 你像我們做這種的清潔機 也都漲價啦 不過這樣的漲價到底合不合理 從原物料來看 肉包的靈魂豬肉過去 每台金70到75元 目前80到85元 漲幅約10到15塊錢 雞蛋也比去年同期貴了將近12% 提升口感的麵粉 從一包450元 現在變550元 足足漲了100塊 一直在上漲 從中原補度過後 那已經漲了兩次 從原本的中筋麵粉一包 從480元漲到580元 那我們已經吃不消了 所以我們在12月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漲價 那真的也逼不得已啦 就是蛋黃香菇鮮肉 還有起司 豬肉包 菜包 這些都有漲價 萬物其長這風波 也吹到了巷口美食 台南肉包 雖然蔡政府祭出措施 抑制價格 但恐怕還是慢半拍 畢竟通膨IRNG 民生物降只會再高 不會降 歡迎新聞成員為劉佩婷 台南報導 從台灣視角觀察全球 掌握瞬息萬變的世界 我是何榮 每週三 週六 晚間九點 我在晚語全世界 2.0 全行出發 帶給大家崭新的國際觀點 請鎖定晚語新聞台 中文台 中文台 中文台